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期一的梅州股 身边的嘉贝是请来Arnold跟我们 跟进他之前推介的股份 以及推介他今天选择的正算股份 Arnold 你好 先回顾一下上次推介过的股份 股份是669 创科实业 看期内恒指不断上升市高位 今天中午收报在2766点 上升486点 升幅挨近2% 2669虽然有上升 不过跑输大市 升幅0.5% 看上次建议的投资策略 Arnold建议卖入价定在现价水平 34.85 看今天中午收市价35.05 目标价在42元 指示价定在30元 是否应该够持有这种股份 上个星期去推创货 其实过去两个星期 无论是金山软件或创货 这类型的股份 本身不是很跟大市走的 所以现阶段看到 市况升得比较多的情况下 很容易跑输大市 但整体现了 上个星期创货 明显地跑输大市 最终追回部分的升幅 最主要当然就是受惠 上个星期五出的 美国非农就业数据 看回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 始终见到最重要 在数据当中 人工的升幅 是对创货最大的影响 或者下半年的表现 都会仍然持续地改善 盈利能力 会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而上周五的数据也见到 人工升幅 按年来说有2.5%增长 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所以说创货 后市来说 有条件的中线持有 所以这些位置 如果在部署策略上 如果想考虑去买 怕大市调整 而也觉得不想部分资金 完全撤出去脱离股市 创货仍然是一个好选择 我觉得大概是$35 这些水平 仍然是可以吸纳的良机 这些位置 如果純粹创货 都见到股价 刚刚重叶到10天线上 我觉得短期后市来说 仍然存在一个贺观的反弹空间 在这些位置买 目标价都是看它破顶 望到42元这些水平 最主要是觉得它的股值 仍然不算贵 上升多两成 都仍然是有机会 至于我觉得一天不穿$30 这些位置 其实中长线拿着 后低一点再溝货 我觉得也没问题 好,今天见到市场 都在腾讯推升之下 高位见过27,700以上 暂时腾讯都升超过2% 还有资源股 今天都有追捧 阿罗说 现在见到市况 其实都是炒股不炒市 是否都要选择一些 一切点的题材 的确,这个星期 选择推介一些资源股 其实过去都推过很多次资源股 无论是钢股 或者是中国铝业2600 都见到股价在特别过去一个月 有个很强势的表现 最主要受惠在内地上 近凯期货交易市场上 一些黑色金属 整体仍然见到有个很明显的上涨势头 今天一些钢材价格 升了差不多接近5% 而一些铝金属 也升了3% 我觉得这些位置 资源股的确是有条件提高 第一方面预料 业绩表现不会太过差 第二方面,随着这些金属价格 特别是今年7月份 开始有个上涨势头 第三季的业绩是更加有条件提高一线 至于这些位置,如果选择去追 始终之前提及到的 无论是落木、中壢等等 始终股价真的升得比较多 这些位置我未必太过建议去买入 所以这些位置如果选择去买 始终我会暂时推介 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港西通3500 好,看看3500 之前公司发过中期业绩盈起 预计2017年上半年的纯理 将往年增长60%至80% 去年同期,赚4.73亿人民币 每股盈利是一毫四仙人民币 受惠,同价上升 因极同价格 今年上半年同比升超过两成 公司会在8月29日公布中期业绩 似乎是趁他公布真正那份业绩 出来之前都还可以炒测 是否都是想着有什么部署呢 其实公司发完盈起之后 其实股价是升了一阵 但其实真的不跟我盈起似的 因为股东迎战日利 升了60-80% 固然是有个可观的升幅 但纯粹因为它连统期赚的金额 不算非常大 因为你看单看第三季 公司已经赚了差不多3亿多元的人民币 第二和第一季 没有太大的变动在 所以上半年本身预料已经有个可观的升幅在这里 其实大行对于他们上半年的盈利能力 看法不是真的那么乐观 甚至有些大行说 江西铜的上半年业绩是差过他们本身的预计 所以股价未有因为这个因素而抽升 但当时的股价 一度试过去到上个14元楼上 主要原因都是说 因为就是受惠分同价上升这个因素 其实就是说江西铜发盈起 或者这些资源股上半年的业绩那么强 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在2016年下半年开始 很多的有色金属价格和资源价格 特别是内地有色金属的价格上面 就有个明显的升幅在这里 所以如果今年上半年 对比上去年上半年的时候 很多有色金属的价格同比有个明显的升幅在这里 其实同价就相对那么多有色金属 即是对比新或者雷或者那些港彩价格 那个升幅是相对比较少 只是按年来说升了两成左右 所以说盈利增长能力也相对没那么强 但是为何说这些位置去推介 因为我觉得8月29日公布业绩的时候 我觉得仍然会有些惊喜在这里 因为江西铜最大推动股价的上升动力 不单只是说盈利能力 公司整体财务状况等等 都是值得去关注的 而业绩上面 特别那么多资源股当中 其实论负债水平 相对地较低的也是江西铜股 所以说无论是盈利能力方面 或者是派息上面 或者是股值上面 我觉得江西铜仍然有它们的优胜之处在 所以这些位置 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考虑 以这个股份拿来最落口 好啊 我们看看它的业务分部 刚才跟大家说过 银极桶价格 今年上半年同比升了超过20% 而银极桶其实占了公司的业务方面 也有七成多 其次就是钢行线 也占比22% 钢加工产品也占2% 至于4%的占比是黄金 和白银是2% 看回银极桶 今年就升了20% 但是其实它的股价 现在的表现 是不是都没有升到那么多呢 其实就相比其他的有色金属方面 同价真的升幅是比较落后的 所以因此 就见到很多的资源板块 就升了很多了 但是江西铜股价 特别如果由低位开始去计起的时候 其实整体累积的升幅 真的跟五抗资源 中国铝业或者落木 是相差非常之远的 主要原因当然就是说 铜价方面就相对地升幅 没那么凌厉 另外一个不同之处 就是这么多有色金属的股份当中 江西铜有个特别之处 就是说 本身就是说 银极桶的占比是占了7成 但是另外那些铜产品 total占了银极桶 都是9成的业务 所以银极桶本身就跟铜价 有个很高的敏感度 但是就要留意有2成左右的业务 就是说一些铜干线等等 这些是铜制品加工上面 说一些铜制品加工方面的业务 其实跟铜价固然有息息相关的情况 但是 江西铜有个特别之处 就是对比起其他有色金属股上面 由于本身它们的业务上面 牵涉着一些工业产品上面 所以公司就相对其他有色金属股 很多时候对于铜价方面 有做对冲的相关因素 所以说铜价即市升 固然它们旗下的所有 无论是银极桶 铜的加工产品 或者铜汗线等等 都会受惠 但是由于公司对冲一部分的业务 所以即使铜价上升 它们未能完全充分地反映这个因素 但是我觉得始终说 由于大部分的业务佔比 都是铜的业务上面 所以铜价的走势 基本上会直接左右江西和后市股价的去向 好啊明白 看下个图表 就是说回受惠铜价的上涨 这个图表都见到 其实是江西和近期的股价走势 都上升了很多 不过好像阿努说的 其实铜价升幅 比其他的金属格格 或者资源格格 升幅没有那么夸张 刚才都轻轻介介 今年至今 其实江西和股价只升了两成左右 是不是其他的资源股 升幅是更夸张 当然就是说铜价方面 你看到图表上面 都见到铜价上涨都比较急 特别是说9月份开始 其实很多有色金属的价格 都是9月份的时候 上年9月份的时候 有个急涨的势体 其实最主要都是 炒个供给侧改革 这个相关的因素 包括铜价在内 都是离不开这个因素 无论之前提及到的铝价 铜价等等 最重要都是大家会 着面看回供应层面上面 未来会有机会减少 从而可以推升价格上面 特别留意就是说 在6月尾这一阵 就是说7月尾那一阵 就是说铜价或者江西通 为什么一度试过炒气 最主要有些消息就是说 我们未来打算 就在明年开始 2018年开始禁止一些 肺金属进口 而当中涉及的7种金属 有一半以上 都是涉及着肺铜产品 所以预料肺铜的进口量 会有所减少 这个因素对于铜价或者江西通 有什么影响 留意金属铜市场上面 由于内地铜方面 都是以净进口为主 即是说内地自己本身的 在整体的需求上是供不应求的 所以都很依赖一些铜的进口等等 而说在铜的进口 除了可能进入一些精铜之外 就是由精铜去提现成一个阴极铜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由一些肺铜再回收 从而去提供整体铜市场的供应量 所以现阶段炒气 最主要就是说肺铜整体的进口量 会有所减少 所以预料未来来说 铜价会再次有上涨势头 所以这些位置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特别的因素 铜价要追落后 是相对比较困难 因为整体的供应量 仍然是相对其他有色金属来说 比较难控制 但由于未来可能都会着重 在进口方面做一些动作 所以预料整体内地铜价 是有机会再升多一阵 好,看看下一个图表 就看到内地精铜供不应求 刚才阿努也有提到 其实是会进口征铜 就是做刚才的阴极铜 看到供应方面 仍然是短缺的情况 是否都意味着 铜价是还有上升的可能 其实这些位置 我觉得可以拼搏 未来铜价 会有转一步上升空间 因为你看到图表上面 每逢去到2月份 去到7、8月份开始 都是说征铜 是处于一些短缺的状况 其实图表上面 反映到一个季节性因素 亦都反映到3、4月份 征铜有个短缺缺口的情况出现 即是说缺口 即是说有个供不应求的情况 这些因素的确会推动 同价会有所上升 但最重要就是未来来说 第一方面 由于内地的经济表现比预期中好很多 第二季的沽口或者整体经济增长上 仍然没有一个急剧放缘的情况 所以内地本身的铜需求 已经不会有一个突然进一步转弱的相关因素 而在供给供质改革上 预料未来来说 整体铜的供应量仍然相对比较稳定 所以对于征铜来说 征铜最主要是以入口为主 未来海外市场的入口上 整体的需求会是怎样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而看铜方面 其实这些主要的有色金属上面 都是看全球性的因素上面 第一方面 现阶段 看总行的经济数据 无论欧洲 美国的经济 都表现非常稳定 有一个经济回暖的制造因素 而特别製造业和铜的需求 是有一个比较高的敏感度 而看欧洲的一些制造业 BMI数据 有一个愈来愈好的迹象 所以预料一下 在铜的需求上面 在未来这一两季来说 仍然相对比较稳定 甚至有回升的迹象 所以来讲铜 在未来下半年来说 已经预料 整体的需求 仍然相对比较缺口 可能有机会逐步扩阔 而最重要之前提及到 一些肺铜禁止进口的政策上面 会导致到2018年开始 整体的铜的需求 会再进一步上升 因为肺铜少了 如何去确保市场有稳定的铜供应量 很大机会要加大这些铜的进口量 所以未来来说 缺口会越来越来越大 所以在下半年开始 我觉得是有条件铺铜价 有一个追落后的情况发生 但在铜价上升 其实也有一个隐忧在 就是负存那样东西 之前的资源价格 其实升不到上去 或者长期处约低 都因为负存压力比较大 现在铜价格仍然存不存在负存问题 其实如果你看一些负存数据上面 其实很多的 无论是铜也好 有色金属的铝 或者港寨也好 负存整体的水平 都比上年铜比来说是有所上升的 但是整体价格价处于一些比较低的水平 因为你在说 整体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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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全球整体的铜的供应量 或者需求量 三百多万吨 仍然是一个非常远的数字 所以在说现阶段 其实没有很多有色金属 虽然说价格上升了不少 负存是会升到一些比较高的水平 但是在铜 真的是最高端的一段时间 其实现阶段的负存压力 都仍然不大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这些有色金属价格 其实真的不需要看得太过淡 我明白 看看 刚才Arnold也有说过 其实都看好 刚才Arnold自己的财务表现 下一幅图表也看到 自由现金流是稳定增加的 都看到2014年、2015年的时间 其实都是见底的情况 现在都去到18.9亿的现金流水平 是否都意味着 未来又可以增加派息的憧憬 其实刚才Arnold是这么多个有色金属股当中 我觉得在派息上 可能相对有一个比较大的惊喜 因为其实你看在派息水平方面 江西彤本身在上次的中16年业绩上 派息比率已经有六成多以上 主要原因就是 回来看图表上面 正负债对权益比率 其实是10%以下的 以资源股来说 负债水平是极低的 江西彤看回第一季的业绩上 正负债三十多亿元左右 对比公司整间公司的市值 三百多亿市值 负债问题一点都不大 而最重要就是说这些资源股 为何会看好他们的财务状况 就是说自由现金流 随着一些资源价格上升 整体现公司的经营状况 已经是有个大幅改善的情况 至少不需要做一单试一单 所以说经营现金流 会有个很强劲的表现 公司之前提及到 今年的业绩上 股东英战日利是升了六成至八成左右 所以预料 其实自由现金流 今年上半年来说 是有个转一步改善的空间 固然公司的现金水平 自由现金流多了 有两个选择 可以增加派息 或者是加资本开支 去有利公司的长远发展 但是要留意 为何会看好这些资源股 特别在派息方面 反而觉得会有惊喜 主要原因就是 看回供给侧值改革 在供给侧值改革的过程当中 其实未来来说 整体的供应量 是很难说会有个 进一步加大的空间 本来一般来说 在经济复苏的过程 这些资源公司 随着市场对铜的需求有所增加 是有机会加大产力 去满足市场的需求 但是由于现阶段 即是刚刚开始 去化解产能过剩的因素 所以短期来说 要预料降息 和加大资本开支 那个机会真的不大 如果他们不需要加大资本开支 而自由现金流液有所增加的话 的确可能会在派息方面 或者派息比率方面 会有所提供去回馈股东 所以在现阶段来说 我觉得 江西同股价 或者股息率上 是绝对有条件可以提高的 因为如果今年来说 股东已经占入来 升六成至八成 而派息比率能够维持 或者进一步提升的话 预料江西同股息率 其实仍然有三四厘左右 是非常吸引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 其实未必会派中期息 但是可以留意 如果整体财务状况 真的再转一步改善的话 我相信绝对有条件 去提升江西同股息 明白 看看他和其他资源股去比较 其实股价升得不算过分急 但是看到市盈率来说 虽然它升势没那么急 但是也不算是低 市盈率也算是最便宜的 是否也看好市盈率 可以再有个上升的情况 其实这些资源股 都升得比较多 为什么选择它得到最后 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是在估值上 特别说市盈率方面 其实现阶段来说 大型的金属公司 市盈率是一倍以下的 真的不是非常之多 我们来说一些 可能相对比较小的 可能会牵涉被收购 好像马钢等等 或者是一些小型的金属公司 他们的市盈率是更加之高 可能是几倍PB以上 就是预料会被人收购等等 当然是在说 江西同不会被人收购 预料他们都是做行业整合 收购人的其中一间公司 但是在同业方面 由于内地的同制造行业 不是极度抗散 所以预料行业整合方面 就没有太大的动作 但是股价上面 其实现阶段仍然是偏大 因为未来来说 之前的同价再进一步上升 预测市长率是更加之低 所以现阶段估值 仍然一倍都未够 我觉得值得去留意 至于盈利能力方面 其实如果撇除五抗资源 也在说这么多的有色金属板块 当中 江西同的预测性率 相对比较低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 如果要博估股价 仍然有更加可观的潜在升幅 江西同的直博率 相对比较吸引 好 看看股价 今天来说 不是升得太多 是否都可以在现价考虑 今时13.92 升幅都超过百分之一 其实这些水平 14元以下 我都觉得可以去买 最主要是说现阶段 内地一些其同的价格 都是维持在每吨五万元人民币左右 相对其他金属价格 今天来说的确是升得没那么多 所以股价仍然相对比较落后 但如果做一些中长线的部署 这些位置买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反正说 面对调整的风险压力 反正是没那么大 直博率是同价至吸引 好的 谢谢Anno 今天真正的推荐 刚才我们说过 相关股份清费有没有持有 也没有持有 好 我是Elsepton 你会再有其他的直博 我们下期再见